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减免社保费是一项临时性支持政策 2020年年底已经到期 三项社会保险费从2021年1月1号起 已按规定恢复正常征收 同时考虑到疫情风险仍然存在 部分企业压力可能较大 规定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 工商保险费率政策 今年4月底到期后 将延长一年至2022年4月30日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 关于做好新冠病毒疫苗货物运输车辆 免费不停车便捷通行服务工作的通知 以服务新冠病毒疫苗货物运输车辆高效便捷通行 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 执行新冠病毒疫苗货物运输任务的车辆 免收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支持文旅企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进行解读 通知简称吉林文旅20条 在对标2020年13条政策措施基础上 延续两条 调整优化11条 新增7条 内容表述进行了充实完善 从扶持文旅企业渡过难关 推动文旅企业恢复发展 持续促进冰雪消费和文旅消费三个方面 提出了20条具体的政策措施 推动文旅企业恢复发展 近日长春市教育局发布通知 要求各校外培训机构参照长春市教育局 关于做好2021年春季学期开学准备工作的提示 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 做好恢复线下教学准备 按照本市中小学校春季学期开学时间 自3月1号起 在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 有序复课 2021年2月5号至2月19号 长春市民政局在局官网局微信公众号 长春市养老行业协会微信公众号 长春养老服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对2020年度长春市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结果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满 最终确定一级以上养老机构34家 其中三级养老机构11个 二级养老机构7个 一级养老机构16个 吉林省冰雪柳资源得天独厚 地处黄金冰雪尾毒带 是世界三大粉雪基地之一 每个雪季都会吸引大量的游客赏兵玩雪 刚刚过去的农历新年吉林省冰雪游又迎来了一波高潮 如今假期虽然已经结束了 但大家对冰雪旅游的热情却不减 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在长春天定山滑雪场 雪场刚开门营业 前来滑雪的雪友就排起了队 随着天气转暖气温回升 雪场的雪季也进入尾声 不少市民也因此抓紧雪季的尾巴一起来滑雪 就是看最近大家都在玩滑雪 然后几乎都在这个时间都来玩滑雪 然后雪季也快结束了 就想趁这几天抓紧玩一玩 记者看到在滑雪的人群里有不少孩子的身影 今年上四年级的小学生董子棋 正是利用开学前最后的假期余额 跟着爸爸一起来体验自己的新爱好 要不雪坏了就玩不了了 我作为一个东北孩子能出门就滑雪 我感到非常的幸福 然后正好我们城市标上滑雪特别方便 然后几个滑雪场的条件也非常不错 然后孩子对这方面正好也有一些兴趣 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带他来多学一些 趁有这个空虑事件 多给孩子增加一些技能 费用在网上买的话并不是很贵 孩子大约七八十块钱一次 大人也不贵 然后单位可能还发了一些 抵用券什么的 用起来的话也不算太贵 紫棋爸爸提到的抵用券 是我省大力推广冰雪旅游的举措之一 这个雪季 省文化和旅游厅 共筹集900万元旅游消费补贴资金 用于补贴吉林省内覆盖冰雪季的相关旅游产品 借助携程平台 整合吉林省全省景区滑雪厂冰雪季重点覆盖景区酒店产品 以及度假线路资源 按照计划 补贴资金中 景区酒店补贴500万元 门票产品补贴300万元 度假线路产品补贴100万元 参与吉林冰雪令的星级酒店绿色旅游饭店的景区酒店产品 采取阶梯递减补贴形式 从满200元减60元到满2000元减600元不等 景区门票每笔订单减免 从满60元减20元到满400元减120元不等 到吉林来玩雪的游客 只需打开协程旅行APP 点击酒店频道或门票玩乐频道或旅游频道 定位吉林省任意城市 选择参与活动的景区酒店和度假线路产品 选择预定就可以自动享受满减折扣等补贴 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也让越来越多的市民 开始了解冰雪爱上冰雪 记者在雪场就看到一抹小小的身影 刚刚二十几个月的张锦鱼小朋友 是雪场迎来的最小雪友 就作为咱们长城人吧 现在整个吉林省的一个华业厂特别多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作为当地人来讲的话 在它体验体验这种滑雪的这种特色 在这个冬季其实对它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从初一到现在为止的话 应该在客流量应该将近三万人 每天应该达到两千多人 滑雪人数的增多也源于滑雪体验越来越好 记者了解到今年雪季开始 吉林省各大雪场纷纷升级设备 购买新版优化所到 李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给雪友们带来更好的服务 游客从我们这个车辆进入 从游客这个动线 我们就把这个做了很合理的安排 一直保证大伙这个客流一个疏导要流畅 二是说就确保游客在游玩的过程中呢 这个确保它的滑行的安全 长春冰雪新天地占地面积138万平方米 分为九大主题区域 建有各类冰雪雕142座 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 其中512.6米的冰滑梯 更是成为众多游客的打卡地 春节假期 园区发放8000个免费入园名额 除夕夜的烟火秀 二人传表演 正月15的猜灯迷活动 都吸引了不少市民游玩 白天体验冰雪游乐项目 晚上观赏绚丽多彩的大型冰灯群 以长春市冰雪新天地为代表的冰雪主题乐园 也持续受到市民们的追捧 冰雪作为吉林省的一张特色名片 在刺激消费 拉动经济方面 正在逐年发力 为打造冬季旅游品牌 吉林省还在不断丰富冰雪旅游产品 持续推出雾松观赏 滑雪度假 温泉康阳等精品旅游线路 和多项冰雪体验活动 让冰天雪地变成金山阴山 近日2021中国县域电商竞争力百强榜 新鲜出炉 吉林省敦化市永极县上榜 那么电商发展究竟能给县域经济带来哪些变化 记者也走进了永极县 看看他们的电商发展走过的道路是怎样的 文明是永极县启丰沙籍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起人 2016年他在永极县双河镇种植了100亩的沙籍 经过4年的成长 沙籍树开始结果 果实的销售成为文明思考的问题 不仅仅是他 周围还有3000亩的沙籍也已经产生果实 准备是卖这个产品 因为现在正在开发 因为我们卖果吧 果的利润相对来说吧 要低一些 给它开发出产品的付加值要高一些 老百姓能多收入一本 果子的你像果子的价格 现在市场价格是12000亿吨 如果我们给它加工产品 这个果的价值应该在6万到8万亿吨了 沙籍果身加工 是文明和他的合作社成员们 要走的必然之路 现在已经有部分产品在销售 为了快速打开市场 2019年 他就在网络上做沙籍果 及产品的介绍和电子商务的销售 这种果子是零提取的 包括沙籍油跟黄铜都没有提取的 咱们直接用笨诈的方法打成了粉 它跟线上做的还不一样 下一步就是批量生产之后了 就是一款原浆 就准备找那些大主播给我们带货 因为它量是非常大的 一场直播下来大概就是几千单 甚至是上万单 文明的沙籍电子商务销售 是永吉县确定的电子商务村级服务站之一 这个服务站的诸多设备 都是县商务局无偿提供的 文明不仅在服务站销售自己的沙籍果产品 村里的其他农产品它也在销售 通过这个服务站 它不仅能自己致富 也能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 白玉宏是吉林省索特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2014年她和丈夫来到永吉县北大湖镇 种植了1500亩大果真子 并建立了示范基地 到2017年真子数开始结果 她的公司也迎来了销售的难题 以前呢有一些呢都是批发商来批发的 但是呢后来越来越多的就是通过网络或者直播 这些销售的这种方式 新型的这样的一个销售方式 这个销售量也非常可观 再加上呢也利润也会更高一些 所以呢我们也是想把这个电商做好 2020年白玉宏的大果真子示范庄园到达风果期 年产40万吨真子 这么大的销售量通过批发销售价格不满意 于是她想到了电子商务销售 通过微信朋友圈出售自己的产品 品质好然后再通过这样的一个网络的一些宣传 可能这个老百姓就更认可 客户就更认可 所以这个 我看这两个它有二号 对这个现在就是可以扫描这个下方的这个二号 就是然后甚至的时候就考虑这些 对因为现在就是电商这一块的这个销售量 还是很大的 就是我们有的做直播的 每一天每一次的这个直播的这个销售量的话 就得在1000到2000斤 白玉宏这里也被永吉县确定为电子商务村级服务站 因为不仅仅是她种植大真子 周围许多农户也被带动起来一起种植 白玉宏打算今年利用服务站的功能 收购种植户手中的真子 帮助他们解决销售问题 现在大家看着这个搭建了这个春级和镇级的这个电商服务中心 然后把直播的这些设备啊 给我们都配备齐全了 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做好了一个充分的一个硬件准备 我们就把直播人员准备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播了 我们这边呢就是直播人员也都准备好了 就等到春暖化开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正式的就做直播 几年来永吉县一直把开展农村电商工作作为 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围绕提升农产品生产专业化 流通便捷化 消费品牌化 扎实完善电子商务发展体系 注重构建农产品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渠道 截至目前 该线电子商务销售额近1500万元 农产品网上销售额500余万元 依托村级服务站站点把限域内60余款优质农产品 进行网上销售 我们是积极为全线123个村 建设好这个村级服务站 然后在40个站里面 我们建了一些示范站 这示范站里面设备配备了电脑 打印机和直播设备 积极服务 一些我们互联网的企业 抓好现级服务中心 电商服务中心的日常运营 做好一寸一品的培育工作 本周节目就是这些 感谢收看 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